单身妈妈至善在公司和家之间来回奔波 非常感谢照顾女儿多恩的保姆韩梅 虽然韩梅是中国来的 不太会韩语 但对付孩子却自有一套 三人也算是温馨和睦的一家子 星期四早晨 至善照常准备上班 叮嘱韩梅带多恩去医院看病 由于回家晚 她并没有注意到家里有什么异常 到了星期五 她被一个电话吵醒 原来智善和前夫因为孩子抚养权问题 存在纠纷 匆忙出门前却发现韩梅和多恩不在家 电话也打不通 直到晚上也没出现 智善这才开始慌了 联系了介绍韩梅来的保姆阿姨 阿姨却说什么都不知道 智善紧张的在家翻找时 意外从韩梅房间看到了自己前夫的工作牌 心生疑惑 可是她不能寻求警察叔叔的帮助 否则将失去抚养权 乌漏天缝连夜雨 多恩没有找到 饿伯伯到找上门来要孩子了 像眉头苍蝇似的奔波寻找后 智善发现有个跛脚男人怪怪的 追了上去 这个男人自称是上门讨债的 随后两人去了还没之前工作的地方 一个不可描述的交易场所 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往往还顺带关上了窗 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的智善接到电话 对方称自己绑架了盾 敲诈到前后告诉智善 孩子在乳易倒码头 赶到后却只找到几个布娃娃 智善只得选择报案 警察说是电话诈骗 不可能啊 那我孩子到哪儿去了 在进一步展开调查时 韩梅的身份越来越模糊 这下连智善的律师都很没看得出 偏偏是这个档口 孩子不见了 任谁看都只能够一 无奈之下 智善独自寻找韩梅和多恩 这时事情有新进展 一位中学生告诉智善 他曾看到韩梅故意支开原来的保姆 把停在坡上的婴儿车腿了下去 令人不寒而栗 这件事的结果是多恩受伤 保姆被辞退 正因如此 智善才需要重新找一个保姆 韩梅究竟为何 要以如此狠毒的手段来到智善家 智善心生寒意 再次来到天上女人 老板娘说 韩梅因为孩子再人病了 才不得已出来工作赚钱 刚来就被跛脚男人给看上了 智善找到一张照片 顺着这条线索来到了一家照相馆 韩梅和她孩子曾经在这里照过相 继续追踪 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韩梅嫁得不好 语言不通又附近国家的妻灵 由于生的是女儿 更不受待见了 甚至孩子病了以后 婆婆直接要扔掉她 好不容易抢回女儿 韩梅只能自己想办法 送孩子住院 才去了天上女人 巧的是当时多恩也需要住院 医院却没有控床位 最后把欠费的载人赶了出去 与此同时 警察开始对柏角展开调查 得知她是个皮调客 只要能赚钱 器官交易 故兄杀人什么都干 估计是和韩梅串通好了 偷走多恩 逼问之后 柏角终于交代了事情经过 韩梅痛恨自己的丈夫 想让柏角杀了她 再把多恩给柏角 算是酬劳 韩梅本性善良 没舍得送走 抱着多恩上了渡船 想带她一起生活 智善振动于世的真相 后果半分 疯了似的四处去找多恩 韩梅抱着多恩 站在甲板边缘威胁智善 别过来 过来我就跳下去 在智善的说服下 韩梅交出海人 自己跳入海中 带着再人的遗物沉入海底 韩国演技派代表 孔孝珍 颜志愿担任双女主 演技报表 孔孝珍凭死片 获得2016年明星之夜 韩国TOPSTAR奖 颁奖典礼 TOPSTAR奖 关注新快看电影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啦